首先呢 我们开第一节 电路的基础知识 因为我们是特种作业人员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安全呢 是重中之重 但是呢 要保证安全 我们必须对这个电呢 有一个了解 也就是说 我了解它 我才能够跟它和平共处 而不至于呢 被它所伤 那现在呢 我们先从第一个电路的基本概念来开始介绍 什么叫电路呢 这个和我们平常的认知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人或者车所走的道路 所通过的路径叫道路 而电路呢 是电流流通的路径 它的定义就是说 电路是为了某种需要 因为呢 它要实现某些功能 然后呢 将电器设备和电子元器件 按照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的电流的通路 直流电通过的电路呢 叫直流电路 对应的呢 交流电通过的电路叫交流电路 有电路 然后呢 就得有电路图 因为图纸是我们工程的语言 也就是说对我们工科类来说 图纸是我们的语言 是我们交流的途径 因为有图纸以后 我们才能够对设备进行安装 施工 然后呢 维护 检修和运行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施工 安装 维护 运行 检修的依据呢 都是图纸 所以它的定义是 电路图是为了研究和工程的实际需要 用国家标准化符号绘制 表示电路设备装置组成和连接关系的减图 这里头要给大家提醒呢 就是它的要素呢 是国家标准化符号 我们有国标 你所用的包括电阻 电杆 电容等等 都要画的时候呢 都要用国家标准化符号 因为这个呢 这样的话呢 才是我们统一的 因为你自己如果创建一个符号的话 别人是不认识的 不了解你这个到底想表达啥 基本的电路图呢 主要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这个四个部分是必须的 这个除了其他的 就是必须有的 才能组成这个电路 那四个部分呢 就是电源 负载 控制设备和连接导线 在这个图里呢 负载这个图形符号表达的是照明灯 控制设备呢 我用的是开关 当然呢 在实际的电路中 实际生产中 电路呢 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一般呢 他还要装一些其他的设备 比如说 融丝测量仪表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 比如说融丝测量仪表 这个电路能运行呗 可以 没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表记的话 你就不能监视这个电路的一些数据 那它的电流是多少 是不是在正常运行电压是多少 这个呢 你是观察不到的 如果没有表记 计量表 那供电局跟你计量的时候 它收电费的依据是什么呢 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在实际生产中呢 像测量仪表 这个要放在里头 没有它能运行 没问题 但是呢 它不能满足其他的一些功能 这里头提到的融丝 融丝是什么呢 融丝是保险丝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做短路保护用的 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线路发生短路以后 某一点发生短路 我的保险丝先熔断 把这个电路给切断 如果没有这个融丝 那它短路持续的时间就会更长 那对人身或者设备呢 造成的影响就更大 我们这个是简单电路 如果复杂的电路的话 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周围的其他的电路 最起码说我短路以后会把电源电压拉低 那拉低以后呢 就会影响其他电路的供电 这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咱们人类科技中对电和磁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电跟磁呢在大自然中是客观存在 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呢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个有记载的呢就是说在公元前六百年前后 古希腊呢有一个哲学家叫泰勒斯 泰勒斯呢就发现希腊人呢 用摩擦琥珀的方式来吸引羽毛 就是把这个琥珀摩擦来吸引羽毛 用呢磁矿石吸引铁片 然后呢他就进行一番思考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我们没有建立实验模型的这种 这种就是用实验的方式的来进行科学论证的这种方式 他思考以后他的解释就是什么呢 说万物皆有灵 那磁吸铁所以磁有灵 这是当时他的认识 当然呢我们古代就说叫雷宫殿母 是吧雷宫殿母 这里他所说的磁呢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叫磁铁矿石 在1600年前后 这个是在中国的话明清那个年代 那英国人这个吉尔伯特呢 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寓医 他的主业是医生 所以呢他但是呢他对磁也进行了研究 那个年代的人很多呢 他知识面非常广非常有成就 你比如说像明朝呢 咱们有一个牛人叫王阳明 王阳明呢他平定了宁王叛乱 所以他是一个军事家 但是呢同时呢他就是又是一个思想家 他所提出的叫知行合议 到现在还还指导我们的一些 指导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行为呢就是思想的进行一些指导 这个思想家 同时呢他还是教育学家 还是政治家 同时代呢在 我们都知道那个蒙娜丽莎的微校 那他呢 那个同时代 其实跟王阳明同时代呢 他叫达芬奇那个作家 达芬奇同时呢又是一个工程师 他画的那个建筑图非常非常的精妙啊 所以说古代的那个人呢 他在很多的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现代呢我们的科学 就是我们的分工越来越细化 很少能出现这样的权财了 这个杰尔伯特呢 你看主业就是医生 他1600年呢出了一本书叫论磁学 他在书里说呢 地球本身就是一块大磁场 而且呢阐述了这个罗盘的磁青角问题 杰尔伯特呢还研究了摩擦琥珀吸引羽毛的现象 他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在琥珀里头 而且存在于像硫磺 毛皮 陶瓷 火漆 纸 丝绸 金属 橡胶等摩擦起电的这些物质系列里头 他把这个系列里头排在前面的带正电 这个系列里头排在后面呢 他会带负电 这就是我们现代科学认识到的叫什么呢 叫摩擦起电 那摩擦起电是它产生电吗 不是 实际上是一个电子的转移 你看我们现在到现在对于这个物质的认知呢 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 原子的结构呢中间是原子核 然后电子在它周围的轨道里头运行 原子核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 那摩擦起电呢就是电子进行了迁移 从一个原子到另一个原子 这里头原子核呢又由质子和中子组成 那质子呢是带正电 但中子呢不带电 所以说你看从我们摩擦起电就知道电子转移以后 那这个原子这个粒子呢就会带电 叫带电的我们给它定义呢 就是叫带电的基本粒子就成为电荷 那它带电了以后就就叫电荷 失去电子因为失去电子带正电的叫正电荷 得到电子带负电的叫负电荷 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二个电荷的定义 就是电路基本物理量里电荷的定义 那电荷的多少用电量或者是电荷量来表示 电量的单位呢是Q 这个要记清楚 这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符号 它呢电量的单位是Q 单位呢是库伦 库伦呢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名字 从后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用到的很多单位 都是物理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 当然很多定理也是啊 这是电荷的定义 这里头提到了叫基本粒子 那什么叫基本粒子呢 就是说能够以自由状态存在的最小的物质组成部分 当然了这个粒子呢 它并不是说一个固定的一个定义 那随着我们人类科学的进步 我们对粒子的认知也是不断发展的 最早发现的粒子呢是就是原子电子和质子 到1932年呢又发现了中子 所以这个呢就是 到1932年发现中子的时候 确认那原子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 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将来随着科学的进步 这个粒子呢是不是有别的发现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什么叫电场呢 在我们现代的物理学里头 凡是有电荷存在的地方 它的周围便存在电场 那有人说 说这个电场真的存在吗 我看不到 但是就像风一样 你看像风 我们也看不到 但是风呢 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电场的客观存在呢 就是它是一种物质 它是一种叫场物质 它存在的表现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 虽然我看不到它 但是它有电场力 电场里头 任何的带电体 都会受到电场所作用的力 我们 这个电荷呢 有电场的话 那我放一个电荷进去 它会受到力的作用 这个力呢 有可能 有可能往 这个方向 也有可能往 另外的方向 这是它 所以呢 说明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电场呢 具有能量 因为在电体 在电场中移动的时候呢 我这个电场力会对它做工 做工的话呢 就有能量 这两点就说明 我们电场呢 具有通常物质 所具有的力和能量等特征 所以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即便我们看不到 摸不着 那它的电场的强弱 单位用什么呢 用电场强度来表示 它的符号是E 到这呢 我们接触了两个了 第一个是Q 是电荷的单位 这个呢 是电场强度的符号 这个是 这个是E 电场的强弱 这是它的定义 电场的强弱 叫该点的电场强度 简称为厂强 这是它的公式 E等于多少呢 等于F除Q 也就是说 这个Q前呢 我们介绍过 是电荷的符号 F呢 是力的符号 也就是说 电场强度 实际上 它等于 单位电荷 在厂中某一点 所受到的力的作用 它上面有点呢 是说明 它是审量单位 也就是说 它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 这是厂强 它的公式 第一个 我们把它 介绍一下 把它的要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 厂强是审量 某一点 电场中某点的厂强 它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 我们定义呢 就是说 它的大小等于 单位正电荷 我这个呢 叫单位正电荷 它所受到 电场力的大小 从上面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单位 上边是力 所以单位是牛顿 这个都应该清楚 应该清楚 底下这个 电荷的单位 是什么呢 是库仑 所以 厂强的单位 是牛顿 每库仑 它还有另一种 表达方式 这个单位叫什么呢 叫福特每米 福特呢 是电压的单位 这是长度的单位 福特每米 这两个 我们可以换算 换算下来 它们两个是相等的 我从 咱们从那个 那个百度上也有 我百度上也有 它两个 最后最后的结果 其实它们两个是一样 那我们 在用的时候呢 就跟进你应用的场合 用哪个方便 都可以 这是 这是厂强的特点 第一个它是矢量 第二个 那我个点的厂强 与试探电荷的大小无关 也就是说 我放进去的电荷 是一库仑 或者是十库仑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呢 是成 它们两个是成正理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个厂强 它描述的是电厂 的特性 我描述的是电厂 跟你加进去 多少电荷 没有关系 第三个 这个厂强呢 是位置的函数 那在电厂里头 各点的厂强呢 一般是不相同的 如果它各点的厂强 大小跟方向都相当 那这个呢 就叫什么呢 就叫均匀电厂 或者叫匀墙电厂 这提到呢 如果怎么样叫静电厂呢 我们偶尔也会看到 它有静电厂 静电厂就是说 相对观察者而言 这个电荷是静止的 这时候产生的电厂呢 就叫静电厂 电荷静止 它这个电厂也是静止 这是这个前头 就是我们电厂的概念 那有了电荷 电厂和电厂强度 它流动起来 就叫电流 流动起来就叫电流 所以呢 你看第二个 我们介绍 就是电流和电流密度 怎么叫电流 和电流密度 那电流呢 是电路中 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的物理量 那电荷在导体里头流动 它不就形成了电流吗 就像水流一样 它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 那在电流里头 我们规定的是什么呢 是正电荷移动的方向 如果是负电荷移动的方向呢 那跟它相反 比如说一个负电荷往南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相当于一个正电荷往北 所以它们的方向相反 我们规定的 就是正电荷移动的方向 叫电流方向 那电流呢 我们常分为叫直流电 和交流电两大类 怎么叫直流电呢 严格来说 直流电是大小和方向 都不变的叫直流电 但是呢 我们给它拓展一下 就是 方向不变 但是大小可能不固定的这个呢 我们都跟它叫直流 交流电呢 是大小跟方向变化的电流 我们所提到的交流呢 往往是那个正旋交流电 就是大小跟方向 随着时间 做周期性变化的这种电流 那正旋交流电呢 它的变化规律呢 就是按照正旋规律来变化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交流电 就是提到的交流电 往往是这种 那电流的大小呢 这个是衡量 电流强度的一个物理量 它的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单位时间内 通过的导体的 导体截面的电荷总量 就是这就是电流大小 第三个量 有了电流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电位 电压和电动势 电位呢 也叫电势 它是衡量电荷 在电路中某点 所具有能量的这个物理量 电路中某点的电位呢 数值上就等于正电荷 在该点所具有的能量 与电荷所带电荷量的比值 也就是说单位电荷 在这点所具有的能量 电位呢 是一个相对值 因为它如果我 我的参考点 也就是说这个零电位点变化 那这个电位是变化的 而电压呢 是两点的压差 就是相当于身高一样 那有的人身高一米九 有的人身高一米七 所以呢 这个电位呢 指的是每个人的身高 但是电压呢 是指两个人的压差 这个电位呢 是电能的强度因素 那电能有多强 电流是流动 这个电能呢 是强度因素 它的单位是福特 福特呢 也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名字 那这个电压 有电压以后 这个就其实呢 就有压差 然后呢 形成水 形成电流 没有压差的时候呢 它是等电位 这个就跟我们生活中的 水往低处流一样 因为两端有电位差 也叫电压 所以呢 形成电流 这个电压 我们说它是衡量电厂 做工本领大小的一个物理量 电位呢 是相对值 就是说我有多大的 我有多大的能量 而电压呢 就是衡量这个 做工本领大小 在这个闭合的回路里头 在外边路 电流呢 总是从正极 经过负载流向电源的负极 这时候呢 我的电能会转化为 其他形式的能量 这时候呢 电厂力做工 它是转化为 其他形式的能量 比如说 我是一个白纸灯 那么电能呢 就转化为热能 消耗掉了 在外边路里头 因为我是一个 闭合的电路 我们知道电流呢 形成电流的话 它就是没有 必须没有断点 它才能够形成电流 那这个内电路里头 它是如何 就是这个电荷如何 如何运作的呢 如何流动的呢 内电路呢 指的是电源啊 就是电源内部 这电源内部呢 你比如说我们的干电池 它是把其他形式的能量 转换为电能 也就是说 它要把化学能 转换为电能 为什么它需要 把其他形式的能量 转换过来呢 因为它要把正电荷 从低电位 给它举到高电位 就跟我们捡篮球 比如说这个 我们去投篮 打篮球投篮 我弯腰 把球从底下 地面捡起来 然后呢 把手举高投篮 电源的作用 就是相当于我们人 弯腰 从地面 把这个球捡起来的过程 外电路呢 就相当于 我把手举高 把篮球扔出去的 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 那它呢 要把 要把这个正电荷 从底下 捡起来 它要消耗能量 像我们钢电池 刚才说过了 钢电池 钢电池呢 就是把化学能 转换为电能 那其他呢 比如说我们北方的 发电厂呢 就是把这个 煤炭的这种热能呢 转换为电能 就是这个过程 那衡量内电路的时候呢 我们是 用电动式 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电动式来衡量 电源内部的正电荷 从负极推动到正极的 这个本领 是的 这是电动式 这个用E来表示 电源电压 我们用的是油 这个用的是E 它的单位也是辅车 电动式呢 也是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 刚才我们说了 在电源的内部呢 它的电荷 正电荷呢 是需要把正电荷 从低电位 弯腰捡起来 给它搬到高电位 所以电动式的方向呢 是要从电源的负极 指向正极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你看在这个电路里头 那这个电路里头呢 在外电路 这是正极 正极的画法呢 这长 这短 正极呢 这是高电位 电荷 正电荷的流向呢 就是从高电位 流向低电位 而在电池的内部 也就是内电路里头 我要弯腰 把这个电荷捡起来 所以呢 它呢 是从低电位 直向高电位 这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这儿呢 单位是多少呢 是E 电动式 而外电路 这儿 我们用在这儿画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呢 U 电动式 U呢 就是这两点之间的电压 如果我说某一点的话 我们就会说某一点的电位是多少 因为对某一点来说 才叫电位 两点之间的差 叫电压 常用的这个电位 电压 电动式的单位 刚才我们说了 它们的单位都叫什么呢 都叫福特 这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名字 当然常用的呢 还有什么呢 叫千伏 豪伏 和微伏 它们三者都是十的三次方的关系 千 是福特呢 长 十的三次方 豪伏呢 是福特 是负三次方 这个 微伏呢 是十的 负六次方 也就是说 它跟它 微伏跟豪伏呢 微跟豪 差十的三次方 福特跟豪伏 十的三次方 千跟它 再差十的三次方 前头介绍了三个 电荷 你看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个介绍了电荷 电厂 电厂强度 第二个呢 我们介绍了什么呢 介绍了电流和电流强度 第三个呢 我们介绍了电位 电压 还有电动势 第四个 我们认识一下这个电阻 那水在水管子流动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阻力 它有没有阻力 有 那我电荷在里头流动的时候 在我这个导体里流动的时候 它也会有阻力 这个阻力呢 就叫电阻 它用的符号是什么呢 是大写的2 或者小写的2 都可以 有时候用大写 有时候用小写都可以 那导体的电阻 咱们首先啊 你看一个常识 我们常用的这个材料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常用的导电材料 有铝 你看我们有铝线 铝电缆 有铜 但是呢 有些场合还用到银 比如说有些 段路器 它因为银的造价高 那它不能用整体的银 但是它会镀一层银 这三种 那谁的电阻是最大的呢 是铝的电阻是最大的 但是铝呢 造价便宜 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 那如果导体的电阻 它是 怎么确定的呢 它导体的电阻 只跟这些因素有关系 跟材料的电阻率 刚才我们说过 铝 铜 银 它导电性不一样 导电性不一样的差别 就是说 电阻率不一样 谁的电阻率最高呢 是铝 银的电阻率最小 它阻碍电流流动的 阻碍作用最小 银 然后你看啊 所以说 它的电阻跟电阻率 和长度成正比 跟它的横节面积成反比 这个公式呢 就是它 R等于多少呢 这个要记住 这是电阻的符号 然后呢 这个是电阻率的符号 L这个念L 成什么呢 L 小写的话是L S L是导体的长度 S呢 是导体的界面积 这个是我们20度时候 导体的电阻 就是这个表达式 就是这个表达式 再看一下 这个各个物理量的单位啊 二呢 电阻的单位呢 是 恩 这也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名字啊 要注意 它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名字 R呢 是电阻率 我们不要找它的单位了啊 它就是一个西数 它也有单位啊 咱们 它这个单位比较复杂 叫R 然后L呢 是导体的长度 S呢 是导体的界面积 这个呢 单位是米 长度单位 这是 平方毫米啊 给的单位就是平方毫米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啊 咱们 总结一下 比如说 有三段 导体 三段导体呢 电阻率不一样 有一个是 铜 有一个是 节面积跟长度都一样 但是呢 材料不同 有铝 铜 银 谁的电阻最大呢 铝的电阻最大 铝的电阻最大 因为什么呢 它的电阻率最大 如果是同样材料 比如说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铜 比较多 因为铜的导电性很好 而且呢 比 原来的话 我们 有一段时间 在建国初期的时候 就是鼓励呢 是用铝 代替铜 但是现在呢 人民的生命安全 或者是说叫 幸福生活的这个 要求是 最高的 所以呢 我们很多呢 都用铜 比如说啊 一段铜 这个铜呢 两个 长度相同的 这个铜 谁的 节面积 大 谁的电阻就小 你看 谁的 这个 谁的 节面积大 谁的 谁的 电阻就小 因为它跟节面积 呈反比 如果同样的铜 节面积相同 那它就跟长度 是呈正比的 越长 电阻越大 这个能分清吧 如果 就是 同样材质的话 说明电阻率相同 同样材质的 长度 节面积 跟长度 呈正比 跟节面积 呈反比 这是电阻的 定义啊 当然呢 电阻的单位呢 除了欧 以外 也可以用 千欧和赵欧 来表达 因为欧 这个单位呢 挺小 千欧和赵欧呢 跟它也是 十的三次方 之间的关系 千欧呢 是一千 十的三次方 赵呢 是十的六次方 因为赵是十的三次方的 这个呢 其实这个度量单位呢 我们在生活中也用啊 什么 什么 你比如说 什么光线的光传书啊 我们就说什么赵啊 什么辅 千赵啊 什么的 是吧 这个千 赵 都用到 最后呢 对电阻的这个定义呢 我们给它强调一下 电阻呢 是导体本身的特性 它 也就是说 这段电阻 我给你放在这 这段导体放在这 它的电阻 基本上是固定的 当然它跟 周围环境有关系 你比如说 温度变化 对它会有影响 光度呢 对它也会有一些影响 受这个 这个周围的环境影响 对于绝大多数的金属材料呢 温度升高的时候 电阻会增大 但是像这个石墨呀 碳的这些呢 温度升高的时候 电阻反而会减小 像这个康铜 蒙钢等合金呢 它这个电阻呢 就比较稳定 这是对电阻的介绍 前头呢 我们介绍的一些都是 电路的基本指使 就是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我们看这个 叫电路的欧姆定律 就是我们从这开始呢 介绍一些定理 大家发现没 欧姆 我们电阻的单位就是它 对就是这个 物理家 物理学家呢 它提炼出来的这个定律 欧姆定律是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看啊 它反映的是某一段 就是欧姆定律啊 咱们先从简单的 比如说对这一段电路来说 对这一段电路 那它电压电流跟电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个前提是什么啊 前提是温度不变的时候 那这时候的电压 就等于电流 乘电阻 它两段的电压 就等于电流 乘电阻 这是 叫部分电路欧姆定律 或者说我用除法来表达的话 我知道电压 知道电阻 那我也可以求出电流来 电流等于多少呢 等于U除2 对于就是部分电路 我们看 就全电路因为单纯的这一部分 我们给它拓展一下 因为我并不是说 只计算这个 单独的一点 那对一个整个的一个电路来说 它这个欧姆定律怎么用呢 你看啊 在这个电路里头呀 这是电源 我们所有的电源都要有内阻 就是我 你比如说干电池 它本身也有对电流的阻碍作用 我们把它提炼出来 这一块呢 就是电源的这个 叫内阻 然后呢 用虚框给它框起来 框起来的意思呢 就是这是电源的内阻 它跟电源实际是一个整体 我们用的时候 你看不到它 就是给它提炼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外电路 外电路呢 它的电阻是大写的2 这呢 是外电路的端电压 这是电流 对这个电路我们看一下 那它先看啊 总的电动势就是这个E 这个回路里头 谁给它们提供电源呢 就是这个电源的电动势E 总电阻是什么呢 是小二加大二 所以它的电流 因为就是一个串联电路 很简单的串联电路 所以呢 它的电流就等于 E除以大二加小二 就是说电动势除这个回路的总电阻 这是电流 但是用惩罚来表达E等于多少呢 因为我们说电压等于多少啊 电压等于 前头说过 电压等于 电流乘电阻 那它这就等于什么呢 因为我这是电源 它就等于 I乘二 落在这上面的电压 加上落在这上面的电压 它是等于它们两个的和 这是用乘法来表达 给大家拓展一下 比如说 这个电阻增大 端电压会怎么变化 前提啊 我们把前提说清楚 温度不变 只是这个电阻增加 那它 电压会怎么变 看我们说一下这个思路啊 电阻增加以后 电流怎么着呢 减小 因为电动势并没有变 我电流减小 电流减小以后 落在这上面的电压 减小 这个 因为你电流减小了吗 它会减小 它减小 这是不变的 所以这是增加的 也就是说 你电阻增加 外电路的端电压会增加 因为单纯的 你比如说 我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想用 奥姆定律直接来算 不好算 因为什么呢 虽然你电阻增加 但是你电流减小了 哪个程度大呀 一个 你比如说 我直接用这个算 电阻增加 电流减小 那这个数总共是增加 还是减小 判断不出来 所以呢 我们用 叫什么呢 我们叫 用旁路来解决它 用外边的东西来解决它 因为我这个电动势每变 电流减小 内阻不变 所以后向减小了 它不变 这增加 端电压是增加的 这是咱们这个 奥姆定律 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 电阻的这个串联 并联跟混联 就是 我们现在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 奥姆定律的一个延伸 就是电阻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研究一下 串联电路 并联电路 跟混联电路 怎么叫串联电路呢 就是说 两个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电阻 首尾 依次相远 这个时候呢 电流只有一条通路 就只能顺着这个电阻 它没有别的分支 只能这样走 这个呢 称为 电阻的串联电路 串联电路呢 有 咱们总结 咱们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串联电路 然后我们再分析啊 你看这是一个串联电路 我们要分析它的什么呢 分析它的电压 电流和电阻 当然这个电阻指的是这两端的总电阻 好啊 先研究电压 先研究电压 电流因为它没有别的分支 所以呢 各处的电流都相等 没有跑冒地漏 所以呢 流过它的电流 跟流过它的电流 跟流过它的电流 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我I等于多少呢 等于I1 等于I2 等于I3 这是第一个啊 等于I3 然后我们看电压 从欧姆定律可以知道 电压呢 这个上面的电压 比如说U1 等于I乘21 这个U2呢 就等于I乘22 这个U3呢 等于I乘23 核呢 就是我的总电压 就等于它们三个的核 所以说U等于多少呢 U等于I乘21 I乘22 就是我们把它都列出来啊 就是I乘21 因为电流相等啊 咱们I乘R 加I乘R3 现在看 它的总电阻 应该是多少呢 那总电阻 欧姆定律说啦 我从这两端看 我不管里头是啥 我就从这两端看 总电阻就等于 总电压除总电流 我们把它一除 就可以得出 R就等于多少呢 R1 加R2 加R3 这个就是串联电路的特点 就是 电压 电流 和电阻的特点 比如说 这里头的电阻 这是U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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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电阻是多少呢 就是3Ω 就是3Ω 从这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串联电路呢 它 我加电阻以后 它是起一个分压作用的 而电阻越大 它的分压作用越明显 这个就是串联电路 就是串联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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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串联电路 和电阻 串联电路 就是串联电路 所以说对串联电路